Oh baby 愛的宣言 我們大聲的說 守候著守著心 就讓我們用小聲來推動 Oh baby 愛 那種男生對女生或女生對男生 就愛情當中的簡單的那種愛的宣言 而且這首歌比較大愛一點 比較大氣一點 對不對 是沒有錯 這首愛的宣言是 因為宣言感覺是一個真的很正式 而且又又很就像 其實很廣大範圍很廣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就把這首歌叫愛的宣言 因為其實 我覺得當初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有點在自省的感覺 真的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真的 因為其實我 對啊 因為我 因為其實就是常常可能身旁的 就是可能因為工作很忙碌 然後就是在都會的人的步調比較快一點 然後就常常就會可能忙工作啊 然後可能都奉信給工作 然後就久了就會沈浸在自己的漩渦裡面 然後可能就是朋友也都少聯絡了啊 因為朋友都覺得你很忙啊 然後所以都不會想人打擾你啊 然後你身旁的人的關心 你就會漸漸的覺得感受不太到 跟家人也是 然後家人就是可能久久問候一次啊 然後問候也是會問那些就是 欸 吃爆眉 嗯嗯嗯嗯 你最近在幹嘛 嗯嗯嗯嗯 然後就沒話了 對啊 但是我覺得 愛是要主動的對不對 對 而且應該更 我覺得應該更回歸到那種 最原始人跟人之間 最原始的那種吸引力 那種愛的感覺 然後多去體會一下 身旁對你的身旁的朋友 同事 老師 家人 對你的一些愛跟關心 嗯嗯嗯 很重要 Oi不失敗在眼前 乖乖搭在那邊 好多純色的角落 當著你卻發現 懷秋的身材越來越好 哈哈哈哈哈哈 有RAM的感覺了你 呃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運動 然後第一張 比較沒有機會就是 給大家看到 所以第二張呢 就是 破不起來 稍微有漏一點點 嗯嗯 是一直有在做 還是有刻意加強的 在運 健身的這個部分 呃一直都有在做 但是有特別的加強 沒有錯 對然後有特別的找 營養師啊 還有教練 然後幫我調一下 我的 呃 三餐 然後怎麼運動會比較好 比較有效果 對啊 其實我在這次 呃 找了營養師 還有 健身教練之後 我 就是他們跟我講 其實健身的觀念 我完全改變 他們就是說 健身的其實是 百分之三十 嗯 那百分之七十呢 是靠你的飲食 我在發片之前 大概兩個月 我每一餐 都是 就是那個 潛艇堡 嗯嗯 然後不加醬料 嗯 然後雞胸肉 然後就是雞胸肉 還有生菜 然後洋蔥啊那些 然後配全麥的麵包 嗯 真的馬上就會瘦了 你搭著我 每一天 讓我們用你愛來感動 我們啊 你們好嗎